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到肯尼亚的正式训练的第三天 前两天都是在慢跑的一阶 但是慢跑也不是很慢 三分四十五到四分之间 不下雨没这么冷 我感觉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 大概八九十年代那种乡镇 比较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 大家都很忙 就是一切都感觉越来越好 那种感觉 对 就是马上现代化的开始 其实很多人也都去过中国比赛 然后这一期疫情前 现在疫情开放了 现在也会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肯尼亚的人 会去中国比赛 像昨天那个按摩师他都去过 18年去过 他在这里最好成绩是两小时21分 他说他也去柏林 也是准备跑两小时10分 好 哎呀 一遍离 一遍离 他们这个一般慢跑都会选择在松软的 这种比如说红足地啊 土路上跑 那更好的去能够保护脚踝啊 练练一些脚关节的力量 其实训练量还是挺大的 第一天上午加下午就有34公里 第二天昨天的话 呃也是跟教练交流了一下 上午跑完一个15公里下午就休息 就是因为今天要跑一个正式的一个大课 一个法特莱格跑 今天是就是每周六他们都会来这个地方 他叫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概离一腾有十公里左右 然后因为这边路很平 所以他们跑一些大课啊强度课啊都会来这里跑 呃刚才我们来到这里 就看到很多团队 我们大概一看大概有 一百多将近两百个人吧 还有陆陆续续过来的那边开车 大家都来这边跑一些大课 对然后呢 氛围还是很好非常好 所以现在还刚刚在热身 大家现在还比较轻松一些 等一下我们可能就能看到整个大的团队 一个非常高速的去奔跑 那个感觉肯定特别好 似乎大意了 有点喉咙有点发炎 有点感冒的症状 今天是一场大课 我一会儿跑一下看嘛 如果出去感觉很累的话 我就放下来慢跑 调几天 因为上高原感冒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吃饭了 在这一场大课 你能够跑五次 四次是五次 好嗎? 然後5×3×1 然後你停止了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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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特莱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变速跑 它们分段的有一段快 然后再一个慢 在慢调过之后再几个快 对它们来说可能是慢 对我们来说就基本上就已经非常快了 比如说它们快的段落是要三分的配速 今天是先跑四个五分钟 然后中间要慢跑一分钟 慢跑一分钟但是也不慢 它的配速也是在四分 所以从整个平均下来 它是要三分半的配速要完成20公里 法特莱特跑其实跟我们讲的混羊跑 间歇跑的效果是很像 但它更接近于我们长距离跑的能力 它是反复地刺激你的心肺功能 你的肌肉耐力 保持一个在你疲劳的时候 反复地去维持你的配速这样的一个状态 今天的训练终于是结束了 法特莱克也是肯尼亚人最喜欢跑的一种训练的课 很累 然后甲额刚开始的时候还算不错 跟了四足五分钟 配速都是在两分五十到两分五十五 非常非常快 但它跑完四足就顶了 顶了没办法 然后它停下来 他们要跑到十二公里再折返 在中间位置等他们一下 还有后面这个 四五分钟 四五分钟那你干嘛呢 它就跑四五分钟就跑四足了 它已经拉开了呀 后面跑了 马上一分钟以后就三分钟开始吗 三分钟五足吗 五足刚才跑了最后的八足 一分钟快一分钟慢和十足半分钟快半分钟慢 最后还行 基本上都算顺下来了 虽然在队伍的尾部 但还是不错 就像威脸教练说的就是非常好 第一次来到肯尼亚能跟到50%以上吧 还算是非常不错了 就今天我们一出发的话 我们大概数差不多得有将近30个人吧 阿提是第一个掉的 甲额说它是第三个掉下来的 对 当然中间也有很多掉下来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慢慢的适应 对 就像其中里面有两个蒙古选手嘛 他们在前不久的大阪也跑出PP两人8分50多秒 教练说他们来这里开始也是一样的 慢慢慢慢适应就现在就跟上了 我看第一梯队差不多有10个人左右 是万万整整跑下来的 那这10个人的水平就相当高了 跟他们交流了一下 其中有几个人就是柏林啊 都是瞄准两小时零三分去跑的 所以水平非常非常高 那这样心态就平衡了 跟不下来也很正常的 但是每次去努力一点 变能力嘛 来这里就是这样 向更好更快的人去学习 对 教练 其实还更多的是鼓励阿提跟甲额吧 说都表现不错 对 因为阿提刚最早下来的时候 那个教练也安排了一个陪跑的人一起 阿提最起码最后20公里跑下来 对 非常完整 3分40左右 然后下来 但是他对甲额还有更多的期待 他觉得还是挺强的 他说可能下个月就估计没问题 I know the altitude is very strong yeah yeah so sometimes it will be hard for them to breathe to get enough oxygen 对 其实就像今天的这一堂课一样 就是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我们跟他们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 跟我们来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 其实我来的时候想的就是 我们来这儿就是个学生 就是要从零开始 把以前的所有的一些东西都忘掉 你来这里你就是个最差生 我们要从最差生开始 开始补习功课 一步步往前往前去进步 往前去努力 就像威脸教练说的 Don't give u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